我這個專案是超農域 那是跟農業有相關性嗎? 那取名大家叫做超農的意思是因為其實 農業是一個非常多領域可以進入 可以進行討論的一個範圍 那其實也取他諧音非常濃郁的感覺 那其實農業本身它是有非常多區塊所拼起來的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很純粹的領域 像例如說物理化學、生物甚至是文學 它都是可以進入到農業裡面的 那這是超農域的一個logo 那其實超農域本身初步的設計 它目前其實先設定有三個系統 那之後它會互相傳聯 那目前的話所進行到的是第一個藥劑系統的部分 那其實是希望說能夠把農業的相關的不同音樂區塊 可以逐步的把它拼起來 那介紹一下藥劑系統 就是其實它本身 農業藥劑本身它其實就是 它在農業上面我有需要用到 那就用 而且如果說它能夠更精準的去使用到這個農藥的話 那其實它就可以像 如果說各位有玩過logan的話 就是你的某一個武器 它就是可以針對某一個你需要的病種 然後某一個boss可以到一個非常好的使用 那這個是我們初步在設計的時候 分成我是農夫 也就是查詢藥劑使用方法 以及我是消費者 因為其實實際上在使用藥劑上面 有很多消費者會覺得說農藥非常恐怖 可是實際上農藥在使用上面 如果你用的認確的話 它所發揮的效益其實是非常強大的 而且其實你也可以不用采彈軍它的安全問題 那以這個為BASS去做一個深設計的話 就是目前的一個 一個初步的一個網頁的模式 誒 它沒有辦法連結 而且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我去做一個 而是更多的 而且會考慮到 你的問題 這是什麼 應該是一個 一 monitore 一些 就在這裡 你的問題 是 文貴先生 請問問 請問 請問 目前做到的 有像是 事業方法的搜尋相關的文件列表 相關的資料都是有官方的資料所出來的 例如說我現在搜尋的是 胡瓜 就可以從裡面發現到 裡面可以搜尋到一些相關的藥劑 其實這一些在官方的相關的平台 已經有了直說文 把各個平台它所出現的一些 農民應該會使用到的資料去做一個整合 甚至會有各式各樣的 例如說我從一個藥劑的分類 那可以知道說有哪些藥劑 並且它的一些相關的一個 使用的方法 因為其實在製作過程中 其實會發現到 政府有蠻多的相關資料 其實可能是因為擔心說會被 會被不當利用 所以它轉成PDF的模式 那這個在製作過程中會導致說 相關的遮壓要抽取出來的話 會造成蠻大的麻煩的 那其實也有賴就是 各個GIV的工程師去做一個作業 那其實呢 這個農藥的部分 只是整個超濃郁的一個小部分 那後面其實還有像疫情相關的系統 甚至農民它本身的用到 以及國際他們一個進出所或經驗的部分 其實都會把這些做成一個相關的 那目的的實際就是 能夠讓濃郁的濃郁走向濃郁的濃郁 讓濃稠的濃稠轉成濃稠的濃稠 那希望這所有農民的部分 可以讓它整個起來 那在這邊也希望說 有興趣的一個前導工程師 可以一起加入這個超濃郁的部分 那其實它的發益還蠻大的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幫忙 謝謝